第2248集 无尽雷海之中 叶晨显得无比渺小 但他却如同磐石一般 屹立于无尽滚荡的雷霆之中 身形顶天立地 虽然看不到外界发生的一切 但是叶晨此刻也有所察觉 雷杰的力量突然小了很多 他刚刚斩断八根雷霆天锁 便发觉雷海似乎缩小了 有人阻隔了外界的雷杰 屏蔽了所有人的查探 叶晨目光闪动 他清楚有人在帮助自己 而在这时 原本失去了补充的雷海 已经消停下来 却又突然暴动 像是被水一战的魔神一般 凝聚所有雷霆之力 要做最后一搏吗 叶晨冷哼一声 背后的空间 竟然被无形的力量割裂 冥冥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现 身后的无数雷霆都开始泯灭 叶晨注视着眼前翻涌的无尽雷海 滚荡雷霆之力 凝聚出毁天灭地般的悚然气息 渐渐地 一只只手臂突然从雷海中伸出 这是 夜晨瞳孔陡然一缩 这竟然是一道道由雷霆之力 汇聚而成的生灵 无一例外 这些生灵的气息都无比可怕 有着蔑视一般的威严 历代死于雷劫的绝世天骄 黄泉三祖此刻也在轮回墓地中惊呼出声 死于雷劫的绝世天骄 听到这话 夜晨心神巨震 这是雷劫在击杀了渡劫之人后 将对方的一切都刻印下来 用雷霆之力凝聚重生 来对抗其他的渡劫之人 恐怕这是古往今来 所有死于大敏灭雷劫的天骄 黄泉叔祖声音低沉 在这段时间中 黄泉三祖也猜测到 这毁天灭地般的可怕雷劫是什么 闻言 夜晨面色愈发肃穆 嘴角却渐渐勾起一抹冷笑 什么狗屁大敏灭雷劫 什么天骄 能被杀死的还算得上是天骄吗 夜晨冷笑起来 爆发出极其强大的杀意 直面对面出现的一尊尊生灵 一群土鸡娃狗 区区天雷也想诛杀我 做梦 听到夜晨的话 滚滚雷霆之海震荡 这些由雷霆之力凝聚重生的天骄 也勃然大怒 这些天骄已经彻底烟消云散 连灵魂都彻底泯灭 但他们的气势却依旧存留 都是天之骄子 他们不容许他人侮辱自己 一道道璀璨的神光爆发 狂暴的力量震骨朔金 有浩瀚的鸿蒙气息弥漫而出 狂暴的雷霆之力肆虐 夜晨瞳孔一缩 这些雷霆凝聚的天骄 竟然还能够施展鸿蒙古法 真是逆天了 眼前几十尊天骄 同时使用鸿蒙古法 简直要毁灭天地 烟雨覆天雾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上古飞摇大地的神通 此刻竟然被雷霆天骄施展而出 无穷雷霆之力凝聚成雷霆烟雾 雷霆化作雨滴滚滚滴落 天罡绝命服 又一招鸿蒙古法 无上天罡杀气涌动 七个绝命字符飞出 一道道鸿蒙古法凝聚 无尽雷霆海洋 都在此刻彻底沸腾 夜晨感到无可匹敌的重压将领 仿佛诸天万界都沉在肩头 就算是你们都复活了 也要被我镇压 夜晨怒吓一声无敌气势爆发 剩下所有装有黄泉水的瓶子全部炸开 被炼化吸收 在他身后竟然有一轮圆盘浮现 神秘的轮回气息流转而出 仿佛要将天地都纳入轮回 一瞬间 无数道鸿蒙古法飞到面前 但夜晨却面不改色平静如常 外界有人为他屏蔽天机 他才敢施展动用如此轮回的力量 这也是他有信心度过这次雷劫的原因 给我震杀了 夜晨怒吼一声 天地哀鸣起来 灭灭一切 轮回一切的力量席卷而出 无数鸿蒙古法没掀起一点风浪 就如同一缕青烟被人轻轻吹散一般消失殆尽 那些被雷劫凝聚 本无灵性的天骄 此刻竟然都身躯颤抖起来 这不是他们害怕了 而是轮回的力量太过可怕 毁天灭地一般简直无敌 凝聚天骄的雷霆之力在颤抖 再求饶 所有天骄在一瞬间泯灭 而在此刻一道气息恐怖至极 仿佛在天地还未开辟之时 便存在的蛮荒禁忌的气息 渐渐地在雷海深处孕育 魏影凌空而立 此刻天穷之上四刀裂缝 涌现出无尽异象 刀枪剑戟浮跃勾叉 无数神威浩荡的武器 被雷霆凝聚而成 呼啸着斩向魏影 这些武器的气势简直无敌 惊世般害人 缩过之处空间炸裂 无数空间碎片裹挟齐上 魏影逼退两刀裂缝 此刻却又出现四刀 而且裂缝中呼啸而来的攻击 越发可怕 哪怕是魏影也有些支撑不住 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就在此时 一声响彻天地的龙音响起 接着 一头神龙问世 竟然撕裂虚空 直接降临在古战场中 神龙气势恢弘 如同最高贵威严的存在 无尽神威席卷 魏影都心神震动 一时心身不稳 魏影顿时被漫天雷霆武器锁伤 见到这一幕 神龙突然动了 龙爪虚空一握 无穷的伪力涌现 竟然隔空将雷霆武器捏爆 同时 神龙还飞向天穷上的一道裂缝 无敌的力量轰击 瞬间将裂缝打碎 你是谁 见到来人并非敌人 魏影松了口气 此刻却看到神龙变化成为一尊少女 叶洛尔 魏影诧异 没想到叶洛尔竟然会赶到这里 叶洛尔目光冷漠 却还透着一抹挣扎 他虽然封印记忆 但是修炼的时候 却感应到了叶辰的危机 虽然不想插手他人事情 但是内心却有一道声音 让他降临此地 守护叶辰 叶洛尔想要将念头压下 沉心修炼 但是却根本做不到 甚至差点走火入魔 这才到此一看 哼 叶洛尔看着魏影冷哼一声 让魏影感觉都有些莫名其妙 那人在哪 叶洛尔一边说 目光已经落在巨大的雷球之上 他能察觉到 让他内心深处想要保护的人 就在雷霆之中 你的守护大阵要破了 叶洛尔目光狠辣 一眼便看出魏影的圣寒守护大阵 已经要撑不住了 直接出手 树滴精纯至极的龙血突然出现 天地间一股无颗匹敌 镇压一切 气势恢弘至极的龙威 突然弥漫而出 而这几滴龙血 却是融入到圣寒守护大阵之中 顿时光芒暗淡下来的守护大阵 再度大放光明 多谢 魏影深深地看了叶洛尔一眼 保全说道 我 叶洛尔此刻却是目光挣扎起来 他想起了些什么 脑海中浮现了叶晨的身影 不过下一秒 这身影便瞬间破碎 叶洛尔甚至爆发一股冲动 冲入雷劫之中杀死叶晨 但是这种冲动也在瞬间消散 待他雷劫度过 我便离开 叶洛尔冷冷地想到 而在此刻 天穷至上的裂缝却不曾停歇 无尽雷霆之力竟然凝聚出一尊尊生灵 和叶晨在雷霆海洋中遭遇的雷劫天骄相同 雷霆天骄 这毁灭一切的气势 幽影鬼幼瞪大眼睛 雷霆海洋之中 叶晨刚刚灭掉一种雷霆天骄 浑身力量仿佛被瞬间耗尽 身体都发软 只是此刻 恐怖的气息却渐渐弥漫而出 让叶晨的呼吸都瞬间停滞 一颗漠视一切抹杀一切 仿佛从天地开辟之前便存在 亘古不朽 永恒不灭 光是看一眼便能让常人暴体而亡 让修士发疯 癫狂的巨大眼球 缓缓从雷霆海洋中升起 这是一颗雷霆之力汇聚的眼球 却巨大无比 仿佛日月星辰 无尽的威严笼罩而下 雷霆在不断向眼球汇聚 离得近了 也曾能感受到那股毁灭一切 破灭天地 无法无天的无敌气势 他甚至能够看到 眼球上那些雷霆凝聚而出的 细微脉络 这是什么东西 夜晨不禁发出了疑问 这眼球让他感到了口干舌燥 体内的灵气甚至都开始疯狂 在经络中横冲直撞 我们也不知道 黄泉三组此刻也面色骇然 震惊地开口说道 如此可怕的眼睛 来源于这么可怕禁忌的存在 他们都从未见过 夜晨原本还以为灭掉雷霆天骄之后 雷劫便将结束 没想到还会有一颗恐怖至极的眼球出现 这恐怕才是大米灭雷劫的最后雷灾 眼球还在不断长大 眼球四周的虚空在坍塌生灭 无尽地毁灭气息从虚无中涌动而出 毁天灭地般的可怕伟粒席卷整个雷霆海洋 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毁灭存在 夜晨的目光却越发凌厉 猛然怒喝道 管你是什么东西 给我镇压了 背后的轮回之盘爆发微能 轮回的气息将碾碎一切 破灭万古 搅碎还宇 而在此时 眼球也彻底爆发 无尽的七彩神光竟然亮起 汇聚成一道浩瀚无敌的七彩神光 瞬间射出 七彩神光之中竟然有无尽的生灵 这些生灵都是面目猙獰的猿魂 它们不甘 它们咆哮 但更多的哀嚎 凄厉无比 停在耳朵里 让人浑身发寒